在公开场合晒恩爱 不过最近林心如罕见的 放上跟老公的合照 也宣布要带来全新的台剧作品 《华灯初上》 在开店的记者会上 她也带着女星阵容亮相 而传出许久没有在台湾演戏的霍建华 也将出演让粉丝好期待 妈妈嫂林心如和杨锦华 带着郭雪芙和刘品妍等小姐们 一字开开 由林心如筹牌四年的作品 《华灯初上》终于开进 大家更关心 停工一年的霍建华 会不会来嘎一脚 不可能找老公来 不知道他想不想念 一向低调的夫妻党 近期难得放闪 林心如po出和女儿手叠手的照片 还晒出和霍建华约会合照 霍建华更是演艺圈 数一数二爱家好男人 不过最近这两部戏都让他跟渣画上等号 一个是夹在两个女人间 迟迟下不了决定的懦弱男 一个是把渣男行径发挥到淋漓尽致的乾隆皇 从青色的红利沿到多疑的乾隆 灵活展现角色内心转折 但行径太渣 还被网友封为渣龙 从大家印象中的台剧男偶像 变成演技派男神 这一路是霍建华 十年在异乡大拼出来的成绩单 为戏剔头帅度不减 还凭着白子画一角 成为仙界第一美男 花千古让霍建华的演艺事业 再攀高峰 成为年度最受欢迎演员 从老婆林心如手中 接下讲座 要求简单 但角色可不简单 脸上不能有太多表情 因为其实这种角色特别难演 因为他没有表情的 对吧 就是他是个仙 他也不能大笑大闹 你演了人家说你是 这个叫面瘫 对 我当初其实挺大的这个压力 这份压力来自于 霍建华的自我要求 2003年从偶像剧开始 打响知名度 还创下一年 拍七部戏剧的记录 我是骑摩托车拍戏 因为骑摩托车 而且我是北中南 那还不能睡觉 每天我的睡眠时间 大概只有两三个小时 我过了整整块 快将近一年这样的生活 从台湾发迹 之后转战大陆 由于是偶像剧演员出身 起初不被看好 直到街拍古装剧 让人看到霍建华的演技 自己下的霍建华 经常都是扳起脸孔 看起来有点严肃 中规中矩 微博真没有小号吗 没有没有 他微博是工作室打理的吧 对对对对 你有一句口头语 我们这边管叫现在粉丝嘛 粉丝就是粉丝文化 他一直管自己的粉丝叫影迷 你好旧哦 旧嘛但是 应该过时十年以上了吧 我觉得影迷还是对他们的一个尊重吧 因为是以你的影视作品去交流的 对对我就觉得粉丝好像是那种 拿来涮火锅那个就 用此过时 个性也很老派 只要是粉丝花钱买的礼物 他一律不收 古装男神风光的背后 其实是异乡模戏十年整 高颜值偶像的成功逆袭 记者掌握于王群鹤台北报道